因为我结婚那个房子都买陈佩琪的名字 所以他贷款叫他同意 所以我就拿那个房子去抵押2000万 恭喜柯文哲终于有了自己的不动产 2018年选市长还要问佩琪 才能用房子贷款2000万 2024选完百天之内 以现金4300万购置济南大楼三楼商办 意在备战2028 柯文哲受访时证实 该笔钱就是今年选总统时的选举补助款 选举补助款我们参照其他党的一些惯例 大概在台湾民众党规定上是这样 选举补助款三分之一要归中央党部 三分之一可以归个人 我们参考其他以前总统候权的例子 我们是用那个钱去要设一个个人的办公室 长期要用的 是你的办公室吗 还是作为党部的办公室 我个人的 房仲业者表示 观察实价资料 柯文哲购买单价一瓶88.1万元 创该大楼新高价 笔钱一笔交易一瓶多了8万元 观察周边同类型乌龄较高的商办 成交行情约落在6到7字头 柯文哲入手价格确实略高 不过该栋大楼位处三角窗地断家 市出少且面码路户视野辽阔 因此追价购买仍算合理 柯文哲购买的商办大楼名为中国航运大楼济南大楼 位于林森南路济南路口就在立法院旁 该大楼屋龄47年 楼高12层 总户数66户 由国泰建设投资兴建 实价显示 该大楼十多年来 仅有13笔交易 转手很少 2020年10楼户以每平63万交易 近年最低 但之后多笔都在7字头以上 2022年12月 7楼户以每平80万元交易 实价首建8字头 在去年10月 另一户7楼也以80万转手 柯文哲在今年5月买下三楼户 约48.76平 总价4300万元 拆算每平88.19万元 创下该社区新高价 leer 电影 感谢观看